無車無樓,究竟行不行呢? 歡迎收看港男港女,我是Hanky 我是Bren仔 好像這個問題問女生,你行不行? 我行 你行嗎? 你喜歡一個人,不是喜歡他的錢 但你喜歡一個人,也要有一個基本的生活條件 那你無車無樓,生活不到嗎? 即是不一定要買的 而且我覺得我自己有能力 為什麼我要靠男人? 但是你不覺得這個是令你生活得會腐足一點 會舒服一點的一個保障嗎? 即是憑賤夫妻八時愛 即是為什麼? 這個很古老的 不是古老的,是真實的 你想想吧,你憑賤的時候 你交不起租,交不起租你又要怎樣? 可能兩位姑婆都要去打工 你不會做小奶奶,你要打工 我喜歡打工 不是啊 我的訴求就是要上班 那個訴求就是想上班 沒有其他東西 我覺得找一萬多元我都夠了 所以你其實就壓縮了所有你自己的生活要求 但少一點無所謂 可以這樣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心 如果真心的話我覺得是 可能真心,我的真心在這裡 如果是真的的話,我覺得真的挺欣賞你 我開始對你改觀 平時我覺得你很bitch 我不可以選擇的 但是要有麵包的 即是我不可以餓的 是 我最接受不了就是我要肚餓 對,我知道你大食 我但是要行濕一點 所以做我男朋友是絕對不需要有車有樓 但是要餓飽我 他現在是 腳軟軟 臉八個子 還駕得太太 如果我有個女兒 她的對象是沒有車沒有樓 行不行? 我第一次覺得 即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我女兒或者我自己是有能力的 我自己可以買自己的東西 買自己的樓 買自己的車 但是 但是 我又想想想一件事 就是如果每個男生都是有 我女兒的男朋友做不到 我又覺得好像真的有些問題 即是人人都有兩隻腳、兩隻手 但我只會擔心女兒 你嫁給他 行不行? 我想我媽跟你想應該一模一樣 給你媽的電話給我 給你媽的電話給我媽 我跟她合得來 可以覺得如果拍拖 你要說到有車有樓才和這個人在一起 變成一個戀愛就是條件式的戀愛 我喜歡一個人 我很難會說條件 我很多時候都是一個憑感覺的人 你好中學生談戀愛 而且你是初中生談戀愛 高中生開始想的 我覺得沒有問題 我沒有想 如果我跟她要說條件 我覺得這個愛情已經變了質 如果這樣說 那為什麼街邊那些港女 要求男生要有車有樓 甚至是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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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比較富裕少少的人 有錢仔 我都會追過我 我反而覺得你有車有樓你有錢 我才覺得沒有安全感 他有錢的話 其實他要求女生真的不難 我寧願跟他由零開始 我可以幫忙一起建立屬於我們的 那麼像 好過我去貼金康 我真的看不出你是不貼金康的女生 我不是的 我真的不是的 突然間我很欣賞你 請你吃午餐吧 之前有一套很興奮的 就是要有車有樓才有高潮 他說有樓女人才會 有高潮的 有車有樓你才可以跟我說 不要發那麼多夢 不要太多了 有公屋已經很好 我還記得他說一句 好像那些猴子 條件好的功效 當然需要有一個動月 動月還不可以太小 如果武喉進去 功效不能進去 那怎麼辦 那他真的應該要去找一隻猴子 為什麼你不會受這個影響 大家開心的感覺 不是純粹建基於有沒有住得好的居所 你說到自己一些生活的追求 其實我真的沒有 好嗎 我看你都新光頸漂亮 等你拍攝都等了三個小時 你才出門口 那證明我不用靠男人 我自己都可以 那為什麼我還要靠男人 我看到你對生活品味也有點追求 是你沒有 如果將來老公給不到你 你不覺得不行嗎 這件事 什麼 我不可以去名牌買手袋 有沒有搞錯 我不追名牌 原來這個港女 就 我不是港女 就不是很追求這件事 我覺得很詫異 如果沒有女兒 我真的會提一提她 神經病 你生個女兒 當然要有腹幹 你幫忙 幹嘛難找別人的兒子 我盡力 未來女兒 如果你真的會來的話 你盡量不要這麼大食 好 多謝這位小朋友 為我們分享了今天 她原來不需要有車有樓 但大家有怎樣看呢 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like這條影片 share給你的兒子 麻煩你 subscribe我們廣男廣女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就可以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like我們的Facebook followIG一樓 好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